许多年 clown《逊谷》 《逊谷》 我去访多年回到本唱歌 基本上是歌歌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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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贝尔 犬 贝尔 贝尔 在飞 贝尔 我也是从零开始练 我脑子有办法积这么多 这是个金鱼脑 14秒15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浪杰斯自从开播以来 便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今天第二期节目一工舞台播出 波波霸战热搜榜首的并非一工舞台 而是各位姐姐的出场费 通过出舞台爆火的美伊丽雅镜头也是明显增多 而谢娜组演唱的龙泉被质疑是假唱 首先根据网友爆料 浪杰斯出场费最高的并非天后歌手和影视女王 也不是外籍艺人 而是芒果台主持人谢娜 她的出场费用为180万 而排名第二的则是张嘉宁 第三的是陈佳化 第四孙悦 第五刘细菌土黄利玲 香港著名演员蔡绍芬则是40万 而平民天后徐华语歌手汪小敏都是30万 关于出场费用的网报信息 也有不少网友有不同意见 不少网友认为谢娜不会是最高的 也有网友认为从出场时 可以看出各位姐姐大概的出场费用 谢娜 蔡绍芬与陈佳化应该是一样 其次 今天一工舞台播出 通过出舞台播出几天后 人气快速上升 并且断层是领先的日本艺人 美伊丽雅镜头明显增多 一工舞台她与公里那一组 两人合作带来了一首花海 两人首次合作中日文演唱了这首歌曲 目前他们的舞台被网友称为神仙舞台 也是一工中最受网友喜爱的舞台 也可以看出 王果台在美伊丽雅爆火后 对一工节目进行了重新剪辑 相比出舞台一工她的镜头增加了很多 她演唱公里那忐忑的镜头也是被剪进节目中 便快速登上热搜 不得不说她目前的热度真的非常高 花海舞台对于其他几组而言就是将为打击 特别是谢娜组的龙泉 谢娜组表演结束后 龙泉尬的词条被冲上热搜 而他们组还被质疑是假唱 龙泉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 谢娜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于是在出舞台结束选歌环节 她直接选择了这首歌曲 而其他几位姐姐也是将这首歌曲让给了她 而谢娜组的成员分别是黄丽玲 刘亚瑟 吴优和岑可妮 这组不如让台湾著名歌手黄丽玲一人独唱 毫无疑问的全员假唱 五人都在对嘴行 但几人根本不同步 除此之外 他们的舞蹈也非常糟糕 因此有不少王有为贾经文 徐怀玉 陈一涵 李菜化 王嘉宇的陆灯下的小姑娘舞台名不平 认为他们输给谢娜组实在不应该 相比之下 徐怀玉所在小组的陆灯下的小姑娘确实更加精彩 不过最终却输给李谢娜组 导致王嘉宇首轮便遭到了淘汰 当然 这只是相比整体而言 徐怀玉早在节目没开播前就有网友表示 他由于个人时间问题 没有时间与队友一起训练 因此与队友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而在一公舞台上 这一点也表现了出来 在表演过程中徐怀玉一直在滑水 很多舞蹈动作都记得不清楚 一直在偷偷看队友 而关于她滑水的相关词条也是快速霸占热搜 而一公舞台最精彩的舞台 肯定是宫里娜与美伊里亚的花海 美伊里亚出舞台结束不久后 人气被暴增 目前她的人气非常高 网友们自然也非常期待她的一公舞台 美伊里亚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一公舞台她继续用中日双语带来演唱 并且她能够完美驾驭中文 她与宫里娜的舞台被网友称为神仙舞台 不过这个舞台并没有取胜 而关于花海输了的话题也是快速冲上热搜 目前热度津津只比龙泉大低 作为全开放的舞台 再加上完美的舞台呈现 她们输掉确实有点可惜 不过美伊里亚作为目前人气最高的姐姐 她一公舞台中的镜头明显增多 这与去年浪姐三中的王心灵很像 都是在出舞台中没什么镜头 但由于出舞台爆火后 让剪辑加入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美伊里亚的人气非常高 节目播出后有很多热搜话题都是关于她的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她与宫里娜的花海舞台输掉 确实有些可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